以前呢 就是養牛的地方 以前牛很多 現在牛比較少了 現在牛還有兩三隻喔 以前牛很辛苦啊 牛很辛苦 要耕種嘛 現在牛也很辛苦 因為牠要吃這麼大片的草 吃不完 那我們這邊呢 以前是老人家 不准這個小朋友來這邊玩的 他的台灣族語叫做 布東 叫做布東 布東的意思是角落的意思 在我們部落有兩個信仰喔 兩個信仰 第一個就是你們剛剛看到紅色那個十字架 基督教長老教會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是主靈信仰 那在主靈信仰裡面有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就是我們的巫師 巫師就是現在社會地位上面的醫生 還有老師的地位 對 那以前我們人生病的時候啊 我們的觀念是 你身上有不好的靈體在身上 所以牠治療你的時候 就是要把你身上的靈體把它抽取出來 然後呢 我們沒有把它消滅 我們把它驅趕到這一塊 叫做布東這個地方 所以上面呢 都是我們的主靈 所以我們等一下下去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透過儀式 來告訴主靈說 我帶我們朋友家來玩 希望不要打擾到他們 經過祈福儀式之後 走到水上草原 牠有可能會陷下去 最高的深度 就到你們膝蓋 齁 膝蓋 所以你的那個褲子可以到膝蓋 啊 膝蓋 那還好 對 當你陷下去的時候 不要覺得害怕 不要覺得恐怖 你應該覺得很開心 為什麼 因為很lucky喔 對 我之前 我人家跟我講說 這個 疊下去的時候 你去買樂透 中獎的機率很高 好 我之前有去以身世法喔 我自己去 我那時候摔得很慘 因為帶遊客我就自己跑 結果摔得很慘 我去買啊 摔一次而已 所以我五隻中了兩隻號碼 我覺得已經很厲害了 我覺得你們應該會 運氣的比我更好 去逛逛了 所以等一下下去之後 我要做一下這個 我們的欺負儀式 那在欺負儀式之後 我會把這個放在地上 它就變成一個門檻 門檻 然後我們可以 要跨過去的呢 要講剛剛教你們的慾母語 叫做 馬薩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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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馬薩魯的意思呢 就是感恩 謝謝 感謝 感謝我們的主靈啊 給我們這麼快 這一塊這麼美麗的地方 嗯 這一塊草原 這個水上的植物呢 它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功能 就是過濾河流這樣過來的雜質 所以在上面會有很多泥巴 喔 那個泥巴都是很營養的 乾淨的 大家不要害怕 因為 它呢 可以幫你的腳呢 做這個 護膚 而且來到中原村 一定要帶一點泥巴回去喔 好 這是給你們的禮物 我幫你把泥土 然後 因為這邊是很多祖林 在這邊的地方 我們等一下在那邊 會做一個活動 那希望呢 大家可以 盡心的 盡心的 盡情的在那邊玩 然後把這個 煩惱跟憂愁 經過這個草原 過濾之後 不要留在這裡 這是我們 在這邊最大的一個 一個目的 這樣子 好 對 來 現在呢 大家 可以把你們的拖鞋 放在這邊 讓你的雙腳去感受一下這個 泥巴跟水 好